人生是一個很長的旅程 但是無論路途有多遙遠 Will Odell Subaru 都會陪著你 麥西沙加華人專商業撇會 將會於10月16日 在麥市的國際中心舉辦 第12屆慈善參務會奉獻 這個奉獻參務會 是麥市華人社區的重要社交活動 每年出席的嘉賓都超過700人 今年的表演節目和活動 更加比以前精彩 我們就訪問到專商業撇會的主席 蔣女士為我們講解一下 這次蔓延的詳情 本會在麥西沙加已經成立了12年 我們一向的作風就是做慈善活動 做文娛活動 以及發揚我們的中國文化 我們跟麥西沙加市的外事人籍 都息息相關 做很多大家的活動一起做的 我們有健康展覽會 講座 我們有中國節的文娛活動 我們還有籌款是我們最大的一個項目 今年就是我們十二屆奉獻 我們籌款今年有四個受惠機構 就是宜康中心 燃營草康復中心 還有其他醫院 還有我們最新的一個叫做皮爾區華人服務中心 因為我們的新移民在麥西沙加非常旺盛 今年我們很榮幸有兩位共同主席 一位就是盧鷹醫生 很有名的盧鷹醫生 就是眼科專家 還有我們本會的會董 就是Tally Wong 兩位主席 他們帶來很多捐款 和不同的贊助 帶來很多贊助 還有有娛樂隊 我們這次的表演節目很豐富 有盧鷹醫生介紹來的 就是國家隊的體操表演 他們穿著很漂亮的衣服 是一個蘇聯隊 教練是蘇聯的 他就教了一群很漂亮的年輕的跳這個gymnastic 還有我們的Miss World Canada 馬艷冰小姐 她就來做我們的表演節目 還有我們麥西沙加市 一個很有名的男高音 叫Michael Truffle 二十多歲而已 但是聲音很紅壯 她就會和我們表演節目 今年我們的主題是甚麼呢 就是多元文化顯紛紛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Miss Saga 就是真的很多不同種族的人 而我們在加拿大住了這麼久了 我們要表揚一下各樣的種族 我們怎樣去融合 進入加拿大社會 和其他種族的人 一起可以融和來住在一起呢 所以今年是一個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主題 當然我們籌款不斷缺少的就是我們的無聲拍賣和有聲拍賣 我可以告訴你 有聲拍賣我們將會有2011年的Lexus RX350 還有我們有一個很高級的豪華的回香港的旅行團 還有一對是做眼睛矯正的拍賣 還有一個是有International Center安排 是有美酒佳牛的一個套票 是當作是做拍賣的 我們無聲拍賣每一年都會超過有500份不同的獎品 還有我們將會之前有10元的抽獎券 頭獎也是商人去加拿比海旅遊船的獎品 還有一對很有名的卡拉OK配套的音響系統 是做了我們的獎品 就好像之前兩位主席所介紹那樣 當晚的善款將會全數捐給本國的四個慈善機構 當中大家都頗為熟悉的一個機構 就莫過於儀康中心 當晚儀康中心的通訊發展總監也有出席 我們又聽聽他對於今年的奉獻慈善參謀會有甚麼感想 我們儀康基金會很高興 今年奉獻已經是第12年了 這12年來CPB一直支持我們 由我們密西沙家的儀康中心 從未見好到今天為止 已經是200張床位的護理院 再加上有一個歧路中心 亦都有很多不同的社區的活動 都是能夠有CPB這樣的organization 一直支持我們才能夠奉獲到這麼多老人家 其實儀康現在已經是全安省是最大規模的 非牟利的長期護路的中心 能夠繼續可以serve到Pew 和Halton Region的老人家 我們的榮幸也都繼續需要 像CPB這樣的support 大家在聽到當晚將會有這麼多精彩節目的時候 是不是都有點想參加呢?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致電或電郵給專商會 這個活動既可以做善事 又可以享受精彩的節目 大家又如何錯過呢? 大多故事是由烏魯貝爾SUPERU 特約贊助播出